車來了 輸一下 臭失位 跟一般網路轎車不太一樣 上車後沒有駕駛 百度宣布在湖北武漢 投入1000輛第6代無人計程車 蘿蔔快跑 以及現有的500多輛 可覆蓋武漢700萬人口 而且自動駕駛大模型 是根據大量金牌駕駛 長期的駕駛行為訓練而成 設有40個傳感器 讓車子更加敏銳 速度較慢 但是紅綠端時間不夠了 只有3秒停住了 這個車 這個燈沒有過去 但是人工走 這個燈應該能過去 比真人駕駛還小心翼翼 綠端左轉速度較慢 會得讓外送機車 行人與執行車輛 目前收費15公里12元人民幣 將近55塊台幣 是目前武漢網路轎車 費用的八折 但是卻收到不少投訴 一些經常駕車出行的武漢市民 並不太待見 蘿蔔快跑無人駕駛汽車 認為太過死板 拐個彎都可以拐半天 早晚高峰容易導致擁堵 還有日前發生車禍 蘿蔔快跑在武漢的路上 日更起步時 擦撞一名闖紅燈的大媽 事故發生後 公司第一之間配合警方處置 並陪同送醫檢查 目前正在醫院進一步觀察和休息 不過港媒報導 當地民眾一面倒支持 撞到人的蘿蔔快跑 因為在中國大陸 太多人經常闖紅燈 才是肇事主因 無人駕駛 反而比較遵守交通法規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